哇 美國的問題真多啊 沒錢了 沒錢了 真的是沒錢了 葉倫就是那個財長 之前蔡委員講 在所有的美國政府團隊裡面 他算是比較誠實的 他講了好多次啊 但這次真的疾風了 因為時間比預期的 還要再提早 之前不是說7月嗎 現在說6月 而且是6月1號 最早的話6月1號 天啊 今天已經5月2號 剩下不到一個月了 這麼急啊 比想像中的還要急 他發了封信給美國國會 如果國會沒有在6月初以前 或是提高這個暫緩債務上限 我們將無法繼續理循 所有的政府義務 最快6月1號 翻層白話文 哇 財政部沒錢了 再不給我錢我要關門了 政府要關門了 就是這樣 Dayline 6月1號 然後隨後拜登也知道 事情大條 有沒有 趕快打電話 給這個參眾兩院的領袖 5月9號約好了 5月9號來來來 我們來開個會 然後這個麥卡西啊 又可以開始喊假了 對不對 你懂得嘛 可以開始坐地喊假 那在此同時呢 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內部的經濟問題也很多 銀行倒閉潮 之前講了好多好多 兩個月內倒了三家 矽谷銀行 第一共和啊 等等之類的 倒了一大堆 這個東西 所以我讓介大使來談一下 你怎麼看 還包括 剛剛我說我看到這篇評論 香港南華早報 他告訴大家 台灣正在被美國掏空 不只是高科技產業各式各樣 藉著防務 藉著保護台灣 掏空了所有嘛 高科技就不用講了 我們的錢呢 對不對 也是一樣啊 藉著買武器啊 剛剛內提講得很清楚 你怎麼看待葉倫的呼救 葉倫真的是我覺得他滿難的 他這個管這個公司的帳 這公司營運實在太差了 做財務長相當困難 而且他現在這個兩個老闆 都不是真正想要讓公司賺錢的 他們是考慮自己的 那個在公司裡面的利益 有沒有得到保障 所以現在是不是在救美國啊 因為拜登事實上他要救他的選舉啊 那共和黨也要救他的選舉啊 那他們兩邊鬥爭的標的呢 就是美國現在的債務問題 因為因為這個麥卡錫 他們已經提出條件了 他說我可以給你增加 可是呢 我們要限制你要承諾 你不要亂花錢 對但我先問一下介大使 因為這個美債危機是個倒數 之前你講了很多次嘛 但一直到現在 時間提到6月1號 拜登才採取行動 緊急打了電話 找來這個四個 四個投來這個聚會了 拜登之前在擺爛了 葉倫不是第一次警告他了 在拜登其實他是 他是再多不愁了 他反而到時候 他反而發不出 這個說 這些好了美軍發不出薪水了 對不對 那年紀那些 那些這個就是說 這些這個領失業救濟金的人 失業救濟金領不到了 領那個那個Food Stamp的人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糧票了 對那拜登就說 都是共和黨這些人 在裡面在裡面阻礙 你們今天要怪就怪共和黨 所以他再多不愁啊 對他也建這個機會 正好來修理一下共和黨 所以共和黨也不想 讓這個事情發生 對 共和黨也不想把這個罪名 擔在頭上 因為現在要擋 如果都是民主黨控制兩院的話 那沒問題啊 時間到了就把債務上限一提 再給你一兆花嘛 很簡單嘛 那現在的民主黨就想借這個 他也不想讓怎麼講 壞的罪名放在我身上 所以他一定會讓這個債務上限提高的 可是呢 這共和黨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加一些附加條件 我可以提 可是你拜登啊 你不准亂花錢 因為拜登今年是準備亂花錢 為什麼 因為今天要選舉要買票 那去隨便 隨便搞一些新的法案出來 就要花錢啊 那給你一兆五千億的話 你一下也花完了 所以他就不讓你花 對 美國內部的問題 當然他們家的事嘛 但是這個拜登不只是修理他的這個在野黨 拜登這個修理中國大陸 是不是也修理到了自己人 我覺得這篇大家看了很有感 美國人自己 美國經濟學家 告訴美國政府 拜託不要讓美國人在中國投資太難 其實現在很多人很早就講了 現在美國的打法 打冷戰的打法 它是上一個世紀的打法 我說經濟什麼 制裁你 經濟孤立你 那個時候的俄羅斯 蘇聯 事實上經濟上跟美國是沒有辦法抗衡的 我孤立你 我制裁你 真的就傷到了這個俄羅斯 當時的蘇聯 最後蘇聯垮台 事實上是讓他的經濟先破產 那中國大陸不一樣 中國大陸現在是18兆 他的GDP 你美國也不夠24兆 只差6兆了 另外中國大陸的市場非常的龐大 而且快速成長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 最大的一個 可以跟美國競爭的條件 就是他龐大的市場 這個市場 如果說你美國人從這個市場自我隔離出來 你自己砍掉一隻手 那美國的廠商不願意 美國廠商本來在中國大陸 靠賺到錢的 他當然要繼續加碼投資 那美國華爾街的很多基金 很多創投 他去投資中國的公司 跟中國的新創公司 或者已經上市的公司的時候 他也大賺其錢 你為什麼不能讓他買呢 你為什麼要買大陸的股票 投資大陸的這個 透過正常的投資管道去投資大陸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拜登這一種不准美國人去投資的 事實上傷到了 可能傷到美國的廠商 大過於傷到中國大陸的經濟 中國大陸現在 你美國還欠中國大陸錢 中國大陸手上哪裏 八千四百億的美國國債 你美國明明 中國大陸是你的債主 你還說我不要去我債主那邊投資 這表示你口袋沒有錢 你還要做這種傻事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的美國的這些 譬如說彭博這些文章 慢慢都出來了 最後都會怎麼樣 都會檢討拜登總統上台的 上台以後的他的政策 策略的大方向的錯誤 第一個你削弱中國大陸 你削弱了嗎 事實上話只讓中國大陸 像這個韓兵講的 你讓中國大陸正好 加頭埋頭苦練武功 最後再重出江湖的時候 那一把刀可以讓你全部都躺下 像荷蘭人就很清楚 荷蘭人說我現在的鋼科基 你不讓我賣中國大陸 最後一定中國大陸做出來 等它做出來之後 我荷蘭ASML光科基我賣給誰 然後發出來中國大陸 性價比又高過ASML ASML的隨便一台 這個極紫外光的 就這個EUV 一台都是上億美金的 對不對 那這個生意被搶走的 他怪誰啊 對所以我就覺得 本來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 那個分工 那個這個產業分工 產業鏈分工 美國是對美國最有利的 美國提供很多高科技的產品 然後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這個高科技產品上 產業鏈互蒙其力 對 那跟政治原因的話 拜登走這條路的話 現在美國人的廠商就開始叫 對 然後 我覺得會叫的越來越多 對 然後這個拜登還要競選連任嘛 當然這個美國的問題 他們自己解決 不干我們的事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中美對抗 所以在這張這個圖表裡面 有很多國家 有日本啊 有菲律賓啊等等 但其實美國搞這個集團對抗 所以他也這個逼得這個中國大陸 現在中俄潮 感覺上美韓日 有沒有 兩個這個大集團成型 所以這些國家都有關係 比方說講到菲律賓 有南海的問題 講到日本有現在這個 有沒有 甜美靠美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 這裡面都有相關 好